就算被起訴宜蘭縣長林茲廟 依舊準時在一號上午 來到選隊會登記參選 要麗品連任 身穿百翼穿梭的人群中 所拿麥克風喊的聲嘶力竭 同樣因為弊案被起訴的女兒林逸玲 依舊沒缺席母親的登記場合 依德知識記者林逸玲 馬上轉頭閃開鏡頭突然變得低調 到場的還有林茲廟的二兒子林佑澤 手拿大聲工幫忙整隊 今天媽媽要參選登記 不好意思 今天比較忙不好意思 同樣看見媒體低調不受訪 林茲廟在弊案被起訴後 一家三口首次合體出現營造團結 只是林茲廟來登記號稱三千五百人 助政浩浩蕩蕩營造大場面 原來這次登記除了林茲廟 還有許多現議員 不少人是動員號召來的 藍綠選在同一天登記 前頭林茲廟剛走 後頭江聰淵就抵達 這次帶來師父 前縣長曾經得助政 對於對手林茲廟少了一堆人造勢 江聰淵可不怕 選戰倒數不到三個月 藍綠誰輸誰贏就會揭曉 林茲廟光是登記舊大棟做造勢 但只是人多恐怕無法讓他擺脫官司擬照 再次回到晚安 Keya 沒打聽 來 還是 蜜 COM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